嗨大家好 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 我的心情也特别的好 因为我种的椒白不舍得吃 但是网友跟我说 你得吃要不然就老了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割下来 虽然我从来没有割过椒白 我以前吃过椒白 还是在江苏的时候吃过 请问这个要割哪儿啊 割这儿 看这个时候就显示出 应该有个人帮我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自己可以 只是不想割换了别的植株 OK 哇你看 我是我的第一个椒白 我太开心了 OK 把另外一个割一下 另外一个是这个 真的好满耶 这个 OK 其实它们很嫩的 我只是不想多割 我还怕把另外一个植株给滚散 啊 哦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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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一只小一點的 這樣我一共就得到了兩個膠白 我太開心了 我要把這個皮扒一下 看一看它到底長的怎麼樣 今天晚上就可以做一個膠白炒肉 這就是我得到的兩個膠白 簡直太開心了 我是春天的時候在網上買的這個膠白苗 大概有7顆 現在它就長了兩顆膠白 其他的還在繼續生長中 不過我估計天氣冷了 可能也接不出膠白來了 但是得到兩個 我還是非常的開心 明年再接再厲種膠白 兩根膠白做了魚排膠白炒肉 我都不捨得吃太開心了 終於 膠白自由了 簡直太甜了 難怪這麼多人 在美國找膠白種 嗯 我看網上說 我看網上說 膠白在美國賣11塊錢一磅 但是很多地方 不允許種膠白 因為它是會氾濫成災的 所以我們種膠白的時候盡量都要在桶裡頭種 或者在其他的容器裡面種 真的太好吃了 好甜哦 好啦 這就是我這一期的視頻內容 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還有鼓勵 愛你們哦 我們下期視頻見 aí 我們下期視頻 後來 在十四個月 稍微 就跟我的碗星 我們下期見 稍微 我們下期見